你都知道5月份呢 要條帳利率的話 你不會現在買的 你不會去接刀的 我現在等待 所以會不會4 5月 就會是一個空窗期 這就是我要說的 那既然4 5月是個空窗期 11月份呢又有期中選舉 所以我想接下來的第二季 第三季呢 投資朋友就往 陳鋒老師剛剛說的 來進行一個操作 那既然債券目前沒有人要 我想股票跟所謂的一個 包括 就是資金會進去的一個地方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就是要有錢 我是主持人小畢 最近我們觀察 不管是上市場買東西 或者呢你是要去 不管啊買任何東西 你都會覺得越來越貴 因為通膨其實它跟油價 當然是息息相關的 也就是當油越來越貴的時候 大家通膨的那個引爆點 可能就越闊越大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來觀察 因為戰爭之後呢 油價是波動非常的大 所以現階段假設 每次呢只要一碰到 100美元一桶原油的時候呢 隔年都會爆發了 金融海嘯 今年也是一樣的狀況嗎 我們就要請陳鋒老師 陳鋒老師好 小畢好 還有各位就是要有錢的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老師我想問 因為當布蘭特原油啊 每次到100美元一桶的時候 好像就會有一些金融海嘯的狀況 包含像是08年 2011年加上今年也是如此喔 所以今年我們要迎接的是 金融海嘯嗎 我想喔這個 這麼多的一個 剛剛聽小畢講 這麼多的利空 投資朋友還會覺得說 只要佔上100美元 好像這個股票市場 就會隨時崩塌 可是我想帶給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觀點喔 今天油價為什麼漲 當然除了戰爭所催化出來的 一個動力之外呢 還有一點景氣呢 的相關性呢 也是要非常非常的 做一個留意了 也就是說景氣 並沒有大幅度的衰退 所以資金才會進入 所謂的大宗物資 尤其是油價相關的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待會會有一個數據 來輔佐來告訴大家 今天油價的大漲 會不會侵蝕到 投資人的一個荷包 這才是重點 如果薪資成長率呢 能夠逐步的一個上升 能夠抵消 生活成本上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增加的話 那麼危機就不會馬上發生喔 雖然剛剛小畢 距離我們最近的這一次呢 是在2011年跟2012年 在上一次是2008年 這兩次呢 每一次都是大概 我印象中最高 是有來到146美元一桶 這是布蘭特原油喔 我印象當時非常深刻喔 當時台塑的王前董事長 王永慶還在的時候 他的時候他也說了 一桶會上200 當然最後就在146止步了 目前只有100 那100的部分呢 我想跟11月 美國的期中選舉 是非常的有很大的關係喔 因為現在拜登的民調呢 其實是落後非常非常的多喔 所以他必須要釋出 所謂的一個戰備石油 包括剛剛小畢說的 IEA的部分呢 也要釋出1.2億桶 那對於油價有沒有平穩的作用 絕對有喔 首先不然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這樣的一個新聞呢 我想帶給大家的意思是說 目前美俄雙方呢 就針對這個資源的部分呢 來做一個互相的一個博弈喔 那當然我想告訴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說 不管是美國還是俄國 都不希望他們的石油公司呢 出現所謂的一個債務危機 因為石油公司呢 他所連結的一個債券呢 通常就像先前一波 像2020年3月4月那一波一樣的 都是屬於相對 殖利率比較高的 所以他們必須要穩住呢 石油公司的一個股價 所以雙方其實都是為了油價呢 在做所謂的一個調整這樣的一個節奏 市場上面也好多人在喊說 石油會上200 你覺得有可能嗎 或者是說上200 他需要有什麼樣的條件 好我想小畢問的非常的確切喔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張圖喔 南方的震盪指數 很多投資人會摸不著頭緒 請問一下 陳副老師什麼是南方震盪指數 我跟各位說這就是一個氣象 也就是說大家耳熟能詳的 反聖音現象 也就是說只要反聖音 只要各位可以看到圖表上喔 只要這個藍色的藍軸呢 藍色的柱狀體呢 在零軸之上的話 來各位我們看一下 零軸之上的話 代表氣候呢會相對的異常 也就是說冬天會特別的久 特別的冷 所以像去年的11月12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聽到一些新聞就是說 北海道特別的冷 下雪了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 今年的所謂的清明廉假 各位你回想一下 過去的清明廉假呢 其實都是非常炎熱的 可是很異常喔 大概我們廉假的 第一天跟第二天呢 其實在中北部 或者是在南部呢 都是相對比較涼的一個天氣 中部甚至來到13度 這個是在過往 近三到四年之內 沒有過的一個現象 所以異常的寒冷 代表對於油的一個需求 就會上升 所以剛剛各位還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我剛剛講了 四出戰備石油 的確會對油價做一個平穩的作用 可是最關鍵的 主要的一個力量呢 影響油價的趨勢呢 都還是在南方震盪指數 也就是說反勝因現象的這一塊上 所以目前各位你們看一下 請問一下藍色的軸有消退嗎 沒有耶 如果沒有 對而且越來越高喔 如果沒有代表冬天會越來越冷 會越來越冷 那剛好為什麼這一次的 戰備石油的釋出呢 可以平穩油價這麼的快 是因為夏季用油 本來就比冬季的用油還要來的小 本來就算淡季 沒錯就是淡季喔 所以他一釋出油價可以快速的一個回落 但是在冬天的時候呢 我想這一塊呢 絕對有機會呢 往120來做挑戰 至於會不會200還是要現當 針對當時的狀況而第五 只要反勝因現象沒有退 那油價就可能如同高盛所說的 100 150甚至是200以上 萬一這件事情是發生在秋天要轉冬天的時候 那個時候用油的需求飆漲 那恐怕油價就不會像是現在這樣 有的時候還能稍微低於100 或是在100附近震盪 對沒錯 那這張圖陳鳳老師又要帶給大家什麼樣的觀念 就是剛剛我說的 各位你們想像一下 我們又要來講故事囉 你現在在消費 你有沒有覺得開始拿不出錢了 有囉 口袋越來越飽了 對前幾天我們去加油 我老爸以前跟我說 欸我們現在加一桶油呢 過去呢我們只要1200 現在要1600了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薪資是固定的 可是你這個開車一定都要出門上班嘛 已經開始已經在侵蝕了 你的一個所謂的可支配所的 也就是所謂的消費支出的話呢 那如果你又不消費 開始又慢慢存錢 這時候就可能會像小畢所說的 危機就會產生 那危機產生 我想從消費支出跟儲蓄率上呢 可以稍微提前來觀看 各位有沒有看到 可能這個部分呢 數字應該算蠻清晰的 各位可以看到 灰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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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屬於衰退的一個 景氣衰退的一個現象 各位有沒有觀察到 紅色的部分呢 是個人消費支出 藍色的部分是儲蓄率 也就是說當儲蓄率呢 高於消費支出的話 各位不得了了 整個全球的經濟的消費動能突然消失了 大家都把錢拿去存在銀行 那想像一件事情 公司沒有你的買單 公司的商品沒有你的買賬 請問一下他們EPS會不會好 不會啊 沒有獲利 沒錯獲利的部分 所以每一次這些大公司 消費性電子的大公司呢 每次出了財報 我想都是下調平等居多 那股價的部分呢 就會率先的來做反應 那目前陳鋒老師告訴大家 有沒有剛剛我說的那個狀況 儲蓄率大於消費者支出呢 來我們看一下 紅色的部分 哎呀 阿彌陀佛 剛好高於呢 這個儲蓄率呢 消費的動能並沒有消失 所以現在要出現像 小畢所說的 會不會油價上了150 200之後 我們不要說到200 150就好了 會不會就來一個大崩盤 直接整個來做一個金融海銷 要做結束 我想這個部分呢 投資朋友 你可能不要先在這裡 過度的一個恐慌 所以我從儲蓄率 跟所謂的一個消費者支出呢 來告訴大家 如果盤真的有狀況 危險的訊號到底是如何 不管是俄羅斯主動的斷供斷氣 還是歐盟為了制裁 而提出了所謂的一個 我說不買帳了 我不擺你們天然氣了 不管是哪一個事件發生呢 都會對德國的工業造成重傷害 那德國工業造成重傷害 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跟台灣待會可以想 所以就是說會對他們的GDP呢 會造成影響 那GDP下調就會引發呢 德國當地的外資呢 來做減碼的動作 所以德國以歐盟以德國為首的 就會陷入了泥澳 而且更何況現在的歐盟呢 他還是屬於貨幣寬鬆的一個狀況 相較於美聯儲的 這樣的一個政策的話 所以你看喔 現在如果歐洲經濟如果下滑 這就是接下來 如果石油又上到150 這個隱憂會是在 我個人認為會在9月份的時候 會慢慢會浮現出來 那剛好有卡到11月的一個期中選舉 所以我想今年的第三季 將會是非常關鍵的一個狀況 當油價可能逐步的往上走 我有觀察到一個族群 也就是在航空類股的部分 我們一直說直覺性的思考 油價上漲 航空類股它持有油 它要加油的成本 就跟我們車主一樣 加油成本就墊高了 那奇怪 為什麼航空類股 其實在現階段來說 它並沒有一個 翻盤式的暴跌 它並沒有因為油價而往下走 反而呢油價在震的時候 它也跟著在震 甚至是往右上角 上漲的方式來走 這原因是什麼呢 我想就是跟需求有關係 這個最角落的 這樣的一個往上升呢 是接踵第三季的 也就是俗稱的追加季 不管是哪一個類別 全部都是逐年 逐月應該是逐日的 來做一個攀升 那既然大家都有建立好一個 很好的一個防護網絡的話 那麼請問一下 航空會不會再一次的 這個需求來進一步的做推升 絕對會嗎 對 我昨天有看到一個訊息 我說南韓的那個購物網站 就是像我們那種電視購物頻道 上面都在賣國際的行程 然後就說 比起去年來講翻了好多倍 為什麼 因為大家悶壞了 所以可以見到 只要接下來沒有就是防疫再升級 或者是大家沒有辦法 再進行國與國交流的話 這個訊息沒有釋出的話 其實對於整個旅遊業 算是蠻有展望的 展望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們各位 如果有在操作股市的話 後面你們看這兩三個禮拜 旅遊相關的一個股票 我想都有不錯的一個表現 所以剛剛講的 既然疫苗 接種率都整個都已經提升了 所以各位能看到 這是全球的每日航班數 淡藍色的部分 是整個的航班 那下面橘色的線 是商務的一個航班 目前航空股的部分 需求一定會慢慢的一個爬升 隨著所謂的一個 接種率的上升 所以接下來趨勢 我想航空的部分 不會因為油價的一個大幅度 當然大幅度的上漲 還是會影響到獲利 可是我常講一件事情 只要需求快過於成本 我想接下來航空 都還是一個良性的一個發展 簡單來說啦 就是想要出國的人 比起呢 他的油價上漲成本還要來得高 沒錯 所以當這個消費力是有的時候 他就可以吃掉 他就可以淡化掉 那個油價上漲的成本 經濟人 尤其是對用基金 效務基金 或者是退休基金 主權基金 他們會針對接下來的情境 來做模擬 那目前現階段 華爾街的一個主流的 一個交易的思維還是什麼 從原本短暫呢 會認為通膨 其實在三月份的時候 因為二物戰爭呢 有扭轉了 所以會有很多人 各位這是英文 但是我直接用中文解釋給大家聽 就是說會認為呢 在通膨的趨勢之上的 這樣的一個經營人呢 認為有多少 62% 也就是說呢 越來越多的經營人認為呢 目前通膨的這樣的一個數字呢 可能會在趨勢線之上 那既然會有這樣的如此 各位你要去猜想 那以外資的角度而言 哪邊可以避掉 這個通貨膨脹的一個風險 各位可以去看 剛小畢呢在前面提到08年的時候 08年也是有通貨膨脹的一個狀況 會當時呢 大宗的一個商品 或者是原物料 都會是外資的一個青睞 現在也是嗎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其實已經正在進行事當中 原物料 尤其是金屬的部分呢 投資朋友也不妨來多做一個留意了 原物料這件事情我就想問了 我們很直覺的思考說 我油價漲我就要去買素化類股 可是今年完全看到不是這樣的狀況 為什麼 我想素化類股的部分呢 還是跟中國的經濟是有蠻直接的搭上線的 但是各位你要思考一件事情 去年的12月 中國才從恆大事件呢 清了一批 銀行也清了一批 所以在12月份的時候 他們執行的降準 還有包括把實體的資金 注入到經濟體 我跟各位說 當資金注入到經濟體 什麼時候會發酵 這個效益會發酵出來 通常是三到六個月 也就是說截至目前為止 已經經過了大概 會要將近四個月的時間 其實效益慢慢已經有出來了 有一檔股票呢 可能投資朋友會覺得 它怎麼突然竄起了 那就是1314的中石化 那當然中石化的竄起呢 我想跟中國大陸經濟 相對來說比較有直接的關係 當然可能新聞媒體呢 會比較傾向巴斯夫的停產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 德國的部分呢 如果在這裡天然氣斷供的話 有機會代工給轉到中石化這身上 不過我個人認為 塑化類股跟中國的經濟呢 會比較有直接上代關係 不妨塑化類股呢 也可以來做一個留意了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 目前的華爾街呢 傾向於還是買股 各位你思考一件事情 小便我問你 對 五月份 不管是聯準會還是縮表 是不是利率是往上升 這已經鐵板 鐵真真的事實了 沒錯 那既然如此 那債券價格是不是會往下當 照理說是 對 那如果你是 你掌管著2000億 3000億美元的 所謂的一個經濟人 請問一下你會在這時候 買債券嗎 不會啦 我就會把手上賣掉啦 對 你會釋出嘛 當然你不會全部清倉 對 你會釋出去 一批先獲利了解 對 沒錯 對 那你既然你都知道 五月份呢 要調帳利率的話 你不會現在買的 你不會去接刀的 你會接刀 等待 所以會不會四五月 就會是一個空窗期 這就是我要說的 那既然四五月是個空窗期 十一月份呢 又有期中選舉 所以我想接下來的第二季 第三季呢 投資朋友就往 陳鋒老師剛剛說的這些類別呢 來做進行 來進行一個操作 所以既然 債券的殖利率呢 這是美國十年期的公債 也就是說殖利率往上 其實它整體的價格 是一直往下的 那既然債券 目前沒有人要 我想股票 跟所謂的一個原物料 包括石油 就是資金會進去的一個地方 所以投資朋友 既然是買股好 還是買債好 我想這個答案 已經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很多的因素 包含像是升息啊 通膨 這些縱觀來看 所以或許在四五月的時候 它會呈現一個比較 淡季的走勢 那淡季 我們剛剛也點出了一些個股 大家可以來去做避險 或者呢 是稍微把資金 挪移在那個地方 是比較安全的 剛剛陳鋒老師 都有點出來的 所以觀眾朋友們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在下方的留言區 多多的互動 多多的留言 告訴我們 你還想要知道 什麼樣子的主題 今天非常感謝老師 那我們先來看一段 工商服務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 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呢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呢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 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保氣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GO